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呼吸道的疾病 那呼吸道的疾病 一般来讲我们大概分为五种 第一种是感冒 第二种是喉咙气管炎 第三种又叫做肺管炎 第四种是气喘 最后一种是肺炎 这五种是呼吸道疾病中 最常见的疾病 因此我们就选定这五种 来为各位一一解说 什么叫做呼吸道 就是一条管子 由鼻腔 道 咽 火 还有气管 这通通叫做呼吸道的系统 那一般民众常常要问的说 我到底是得了感冒 或是得了气管炎 气喘或肺炎 那由这个图 我们很明显的知道 上呼吸道就是包括 鼻腔 咽 火 这一部分 简单呢我们就是从火结 这边可以区分 如果是在火结以上的 我们就叫做上呼吸道 在火结以下的 我们就叫做下呼吸道 那其中下呼吸道 有包括气管 支气管 还有恒格膜 以上这三个地点 通通叫做下呼吸道 那再过来再为各位更详细的介绍 以上这两种病 上呼吸道 我们一般普通民众叫做感冒 也就是所谓医生 常常叫我们说 你得到了感冒 上呼吸道 也就是所谓的 一般的流行性感冒 跟一般感冒 都有可能会牵涉到 那一般的上呼吸道的感染 是以一般感冒为主 流行性感冒 当然也有可能表现出 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 不过它会牵涉到 下呼吸道的部分 这等一下会有 PowerPoint 为大家解说 一般感冒在古书上 是可以有这样的记载 一般的古书 我们叫做烘寒或寒通 所以我们古书是这样讲的 它有所谓的烘寒克一人 使人的汗冒避直 皮肤避而为热 这就是说当感冒的时候 皮肤的毛就会刺起来 皮肤的毛细拱就会关闭 因此产生热能 让我们的体温升高 英文叫做Catch Code 这个名字是来自于 16世纪埃及的埃博斯斯医师 我们去看这个图 我们一般这个感冒 大部分都是在季节转换的时候 特别是春秋转换或秋冬转换 尤其是在很冷很冷冬天的时候 病人的抵抗力会下降 就容易得到所谓的一般感冒 医学上就是如同刚刚讲的 有分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后急性鼻炎炎 这是人类最容易感染的疾病 一般我们的成年人 他得到的几率每年大概是2到5次 小孩子因为抵抗力的关系 他得到的数是6到12次 因为有种种因素可以跟感冒有关系 从这个图来讲天气变化 就刚刚讲的在季节交换的时候 也有产生感冒容易的危机 另外有一些病毒侵入人体 也会产生感冒 而且这个感冒 它也有产生传染的现象 当免疫系统下降的时候 譬如说工作压力大的 或是营养状况不良的 那洗身的病人 肝不好的病人 常常就有这种问题 那我们的病毒呢 以医学上来讲 容易得到上呼吸道感染的 就是所谓的鼻病毒跟冠状病毒 这样的叫普通叫做一般感冒 那我们常常见的 我们就谈到这个会害怕的 就是所谓的流氧性感冒 又叫流感病毒 无论是一般感冒或流感病毒 常常建议营养不良或做起不正常的人 那这边的感染呢 我们常常会叫病人要戴口罩 或是在流氧季节的时候 也劝老民众戴口罩 因为无论是感冒也好 流氧性感冒也好 都是经过灰沫团染 就是你吐出来的唾液或是咳出来的痰 都有可能造成感染 因此我们要洗手 我们要戴口罩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注意看这个图 这个流氧性感冒 跟感冒 都容易会有所谓的咳嗽 花伤 头痛 流鼻涕 嘔吐 甚至腹泻 或肌肉酸痛的症状 只是流氧性感冒 它的症状是比较激烈的 那咳嗽可能会很厉害 它其实非常非常的痛 它拉着非常厉害 民众就叫做 这个叫做流氧性的腹瀉 流氧性感冒引起腹瀉 那咳嗽呢 病人可能一直咳咳咳 因为肠胃道跟气管是合作在一起的 当病人在咳咳离哀的时候 就会刺激我们的肢气管壁 还有肠胃壁 引起病人的咳嗽 另外呢 少部分病人会出现很严重 流鼻涕的症状 所以常常在感冒发作的时候 流氧性感冒发作的时候 会有油鼻水 油不止的情景发生 原因就在此 那什么时候民众会说 哎呀 这下子我要去看医师了呢 一般来讲 小孩发烧 38度以上就要注意了 这发烧呢 大部分是量肛温 或是耳温都可以 等一下会有突变 为各位介绍什么叫发烧 另外呢 你如果觉得耳朵很痛啊 鼻子很痛啊 胸腹很痛啊 扁桃腺很肿肿的病人 有时候都会抱怨说 哇 我在吃不下东西 还有病人喘起来了 呼吸越来越喘 另外还有头动 神智障碍 以上有这些情形 就是表示说 我们要看医师的 因为这是一个危险的菌性 可能就有上呼吸道的感染 已经跑到下呼吸道了 感冒药物很多 那什么以为主呢 大部分还是以症状治疗为止 譬如说呢 有发烧 就给它退烧 有鼻塞 就给它鼻塞 看鼻塞的药 让鼻子通了 有流鼻水呢 就不要给它打喷嚏 另外喉咙 喉咙 我们就当它吃一些消炎药 有咳嗽 咳到整个晚上睡不着 或是刚刚讲的咳嗽 允许的嘔吐 就给它正咳化碳药 至于抗生素呢 是另外一个课题 一般来讲 没有病发症的感冒 或流行感冒 是不需要抗生素的 所以我们就特别强调 要不是有护作用 或是不是有合并 虚境感染的感冒 是不要给抗生素的 因为感冒 有虚境感冒 大部分都是有病毒来的 所以是不需要给抗生素的 那另外一些 我们乡下地方 或是古老传统 所谓的偏方 像维他命C 能够缩短病程 还有减轻症状 这种在科学上论证上 目前还有争议性 不过最主要是 这一章只是告诉大家 你平时要饮食均衡 包括有所谓的腥 还有些纸醉花 红汤姜汤 事实上可以嫩嫩吼 对你的感冒的消除 跟流行感冒的减低 它的症状是有效的 最主要是以下这四点 第一个 平常因为它是呼吸道的感染 所以少抽烟 多休息 多饱染 多喝海水 饮食清淡 像那个油炸 腌制 烟熏的食物 在冬天就少吃一点 这些是特别强调的 另外流行感冒 是为夺人性命的 流行感冒只要分为A B C 3型 那A型跟B型 几乎每人都会流行起来 因此我们普通的所谓 打流感疫苗 大部分都针对A型跟B型 那C型呢 是比较轻微的上呼吸道感染 一般是比较不会遭到流行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 在科学上认为打有疫苗效果 还是以A型跟B型为主 流感癌呢 它会病发导致 我们有死亡或生命的危险 原因就在于 有三个最重要的病发症 第一个是有肺炎 心肌炎 还有脑炎 再过来呢 尤其感冒久了以后 病人的免疫系统会下降 因此就会有性性感染 发生的几率会增高 另外还有一些刚刚讲的 有心血管疾病的 糖尿病的 或是本身就有气喘 或是半性阻塞肺疾病的 还是孕妇啦 婴幼儿小孩啊 接受化疗 等等呢 都是属于 流行感冒的高温险症候群 再为各位 呼吸一下流感 跟一般感冒的 最主要的差别 最主要的差别在什么呢 刚刚讲过了 流感是在气管上 是在烟火以下的 一般感冒是包括鼻烟火 所以它是在活带 生结以上的 大部分的症状是喉咙痛为主 鼻塞为主 发烧大部分是短期的 而且比较不会有全身痠痛的现象 也很少有中文或其他问题 流感就不一样了 刚刚讲说 它是会造成生命危险 因为它全身性的 病人活龙痛 会倦态 肌肉痠痛 高烧会持续 三五天 病人就没办法去工作或上课 所以这个疗程是要一到两桌 所以各位不要急着赶快开抗生素 因为它一个很疗程 除非你病发了肺炎 或是所谓的劣势症候群 那这个症候群是常见小孩子 他跟在吃阿斯匹林是有关系的 所以在小孩子待去看医师的时候 要记得阿斯匹林这个少用 以免造成所谓的劣势症候群 另外流行性感冒 大部分就在秋冬为多 至于一般感冒是四季多有 最重要的一点是流感 它本身是全身的 有感染性的 有严重病发症的 那一般感冒是 和瘦 油鼻水 喉咙痛为主 它比较不会有病发症 这两个病有一定程度的区别 希望民众在这方面要 能够多理解 以免不必要的抗室而去使用 那流感呢 什么时候觉得要去看医师害怕呢 一般流感如果产生呼吸困难 因为它是刚刚讲过气道的问题 所以一般呼吸困难或是缺氧 嘴巴发酷或是胸痛 或是说有低血压 这代表有休克的症状 或是六十五岁上 或是本身有糖尿病 还有一些尿毒症 如果有肝硬化的病人 就赶快到大胤眼做个检查 看病化症 那一般上呼吸道感染的人 它大部分都会自然的痊愈 除了呢 它已经有产生病化到下呼吸道 或是说普通 一开始是一个普通型的感冒 又加上一个流感 那么它就会病化 所谓的肺炎 心肌炎 脑炎 甚至于呢 到最后连性有下降的时候 它会造成电球镜 或者葡萄镜的感染 或是本身它就有危险因子 譬如说有心血管疾病 万幸肺病等等 那这个都会造成死亡的 我们就必须送到大医院 以免产生呼吸衰竭或败血症 因为有这种病发症的时候 就会产生更高度的死亡率 这是民众值得注意的一点 那药物症状的疗法 还是以治疗为主 就一般的感冒 现在还是给它症状治疗 现在我们有新的发明药 它叫做克流感 那可在民众要注意的 克流感大部分是在症状出现了 48小时内使用 它本身可以使病程缩短1到2天 所以这个药一旦有怀疑 一般我们在免诊都会有做鼻咽的筛弦 一旦是有我们就赶快开 注意喔一定是48小时内要使用 效果才会达到很好的效果 最后再讲一个预防接种 流行性感冒 它的疫苗是已经来临了 这样的话呢 它会把我们的病毒提早把它杀死 因为死恰恰的病毒 是不会引发流行性感冒的 大部分呢 打了以后 6到8周会产生抗体 尤其在流行季节前两个月注射 就能够有这样的效果 所以这个疫苗是有时效性的 它抗体大概是有8到12个月 大概是1年左右 所以每年都要打一针 流行感冒疫苗才能预防流感 但最后再为了讲这一张 就是说我们预防室呢 刚刚提到要勤洗手 然后要学会戳起至少20秒 不是随便洗净效果 第三个 一旦感冒了 不要去碰你的眼口鼻 因为刚刚讲过 它是呼吸道的地方 所以呼吸道就要被碰 然后打招呼 不要去握手 然后经常要养体温 看不见病发症 当然最终要有规律的运动 所以我们民众要有 爱人如己的精神 不但爱自己爱别人 所以要眼口鼻戴口罩 有感冒呢 只动不要去 跑去公众场所 到的地方 遗免传染给别人 就医要及时 因为刚刚讲过了 Tafuro是在两三天内吃 效果比较好 最后当然休息 休息可以让你的运动 更加的健壮 强壮 民众呢 刚刚讲过了 咳嗽以后 要记得卫生紙要丢垃圾桶 要我们现在医院里面丢 要丢感染病的 防治的垃圾桶 所以忍受呢 就是这样忍受 不然你就要戴口罩 记得手一定要洗 还有最重要一点 比如说你坐经营车啊 密闭空间 如果司机有感冒 或你有感冒 你最好双方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 还有一点就是要特别提醒的 謹慎服用存药 存药 存药有很多成分 它可能跟你本身的疾病 会产生交叉作用 所以第一点 确定自己是感冒 或是有一定感冒 你一定要请医师帮你做诊查 擦来服用药物 而且你药物要选个合格药物 绝对不要买抗酷素 记得抗酷素是杀续菌 它不是在杀病毒的 而我们的感冒流感 它是病毒 所以抗酷素是杀不死的 题外话 像我们这个烧到39度 39度或39度4以上 真的会危险吗 事实上这是一个自然的反应 它会烧坏吗 这个速度发烧是可以提升免疫系统的 这是本能的保护反应 那41度C以下的发烧 是不会伤害到脑神经组织的 所以高烧的我们尽量给它退烧 但是不要再害怕 但是如果持续高烧41度以上 超过2天或3天 就要考虑到是不是有病发症 或脑膜炎 这个就要请神经列科或家医科医师 帮你做确定的诊断 那他来问我们说 欸 退烧完没有用吗 事实上是有用有帮忙的 只是病毒它的感染性比较强的时候 可能会持续发烧 超过一周伸出更久 但是如果你在吃的退烧药 连续5天7天都没退的时候 有想到是不是有病发症 这个时候还是要赶快去找医师来解决 而不是自己一顾盲目的到药房买药退烧 那再过来讲 怎么处理小的发烧呢 还是提到刚刚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第一个 少量多餐 位置水分 为什么呢 刚刚提到过 感冒流感它会引起嘔吐 所以要少量多餐 但是4度的发烧是有用的 尤其刚刚讲39度 反而可以提高营系统 大量使用退烧药 反而会让营系统下降 反而不好 另外退烧药使用是4到6小时一次 像普拉腾等等之类的 药效吃了面包马上退 所以也不要太急 可以给小孩子冰呼或是喝大量开水 另外退烧药的塞剂 也是只要在小孩子的欧度才使用 尽量是不要使用 一用的太多次小孩子屁股一样 另外小孩子手脚冰凝的时候 要多穿一点 荒案子要少穿一点 另外有几个民众常常犯的错误 就是酒精擦拭 因为退烧太快 所以要有病人有时候全身会发抖 使用阿斯比林 有时候刚刚讲到的 所谓的劣势症候群 所以阿斯比林的使用 一定要经过医生的评估 也不要一直频频退烧 譬如说病人他自己会加药 把4到6小时的药 改成2小时吃医生 这也是不太好的观念 要有就证过来 那什么叫发烧呢? 是重体 肛温它是最高的 那夜温37.2 就怀疑可能是发烧 不过进一步的发烧 醒醒余火 还是要请医无人人 进一步的确认 现在来为各位介绍一下 所谓的下呼吸道 那下呼吸道 跟这张图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 还是以火解分解点 以火解以上的 我们就叫做鼻腔 炎火 等等叫上呼吸道 那刚刚讲过的是上呼吸道 现在来讲的是下呼吸道 下呼吸道 要注意的是火解一下 所以包括气管 支气管 还有到肺部的末端 这横隔的上面 我们的气管 就像一棵树一样 有大的树干 再分小的四肢 然后再分有肺叶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肺部 想像成一棵树 所以刚刚讲到的 下呼吸道 包括这三个 如果它产生感染人生病了 就所谓的支气管炎 肺炎 还有气喘 这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课题 下呼吸道 感染就像卡通图一样 是细菌在作怪 细菌活跃 人生病了 那如果长在气管这边 我们就叫支气管炎 如果长在肺部 食指病病这边 就叫肺炎 如果气管它是有哮哮 气喘的声音 喘免的声音 我就叫做气喘 这张图 它告诉我们肺部生病了 你看 它就是在火解一下 气管下 包括肺部 这个叫下呼吸道感染 那这张图呢 就更明显了 支气管 我们在分裂上 是分裂急性 很慢性的 正常的支气管 我们的支气管壁 是很平滑的 里面是没有联膜病变 没有弹卡住的 这支气管壁是很正常的 一旦发生的 化炎的支气管的时候 我们你看 这个支气管壁 会变得肥厚 这个联膜变得肥厚 烂烂的 然后开始溶档发生 这个正常的支气管 跟化炎的支气管 是不一样 因此 在我们在看X关面的时候 急性支气管炎 是很难由X关面看出来的 但是如果你X关面 看见有些医生肠 会不会很脏啊 这大部分都是属于 慢性支气管炎 因为这个气管壁变厚 让我们X关面 可以看得很清楚 急性支气管炎 就是我们常常民众讲的 所谓的感冒 这个痰不多 因为它急性人嘛 所以痰濃就会咳干净 而是白色脸丑 那一般是在感冒 发生后延续一两个月 只是咳嗽和减性 所以我们常常民众告诉我说 医师呢 我怎么感冒感不好 事实上不是感冒感不好 感冒你的病人疗程 已经到了后半段 这时候病人会气到会过敏 就产生更多的咳嗽 也就是所谓的急性支气管 这种病呢 大部分会对时间的消逝 而慢慢慢慢的减轻症状 医师就给你开一些指隔 化碳的药啊等等呢 你的症状就会减轻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的突然间又烧起来了 然后痰液会增加 由白色变成黄色 或是有溶的时候 哦 这个时候就刚刚讲的 这是你需要吃抗热的时候 赶快要去找医师 那一般来讲 有些气管它不一定是感冒引起的 譬如说它是有阿摩尼亚 氯气阿 阿摩尼亚就是各位在洗厕所的时候 有穿的那个枪鼻子味道的 或是你在洗衣服啦 或是那个一些摩油露的 油精之类的清洁剂 这个都诱发气管 因为像有病人有气喘的时候 有公民性支气管的时候 就会有这种症状发生 那一般呢 这种是以治疗委员者 譬如说你在厕所里面 阿摩尼亚味道很重 你就把你的窗户啦 门打开啦 等等呢 让足够的氧气 能够吸收到你的肺部去 产生足够的血氧饱和度 另外呢 你可以给它一些抗氏素 把细菌杀死 然后你的化溶性的支气管炎 尤其是化溶性支气管炎 也会产生溶 痰的时候有这样治疗 它可以减低症状 得到治疗效果 那慢性支气管炎就不一样了 刚刚看过了 它第一个支气管病是肥厚的 这是因为支气管联盟 常体受刺激手致 然后可能就是慢性的支气管 也是有可能来自急性支气管炎 那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 慢性支气管炎 跟抽烟有非常严重的关系 有一些在公务区上班的 或是在垃圾掌上班的 空气污染等等 或是小孩子常常感冒的 上呼吸道感染 反护感染的 或是气候变化的 或是感冒病毒 从无法做抵抗力差的 就会演变成慢性支气管 大疫情上有一个准断标准 大家认识一下就好 这医师、医护人也都会有这样的知识 民众只要知道这样就好 年续两年以上咳嗽 河边也都谈 要年续两年以上 然后每年至少咳嗽三个月 譬如说二三次咳 或是说二月份 九月份、十一份咳 每年至少要有咳嗽上个月以上 加起来有上月就可以 这个叫做半性支气管炎 那再来看这张卡通图 我们这种支气管炎是一张很漂亮的树 有树干、有树枝、还有树叶 你看很漂亮喔 半性支气管就不一样了喔 它的气管壁会变厚 看到里面很多粘液 然后气管壁会变得发炎 就好像你手受伤啊 或是被烫到一样会发炎 人啊,痰液就要非常非常的多 并且就觉得老是咳不出来 这是半性支气管炎 因为它是一年有三个月份 两年以上连续发售的恶果 那正常气管你看 它这个气管壁是很平滑的 粗糙不安的、凹凸不平的 然后也会狭窄 所以这是正常支气管炎 跟半性支气管最大的差别 再过来讲 早期容易咳嗽 晚期不分季节 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到半性了 因为极限支气管炎 一般都是一个月、两个月就好了 就不会有咳嗽的现象 可是半性支气管炎呢 晚期大部分都是一直咳 所以刚刚有提到说 要连续有两年 免致至少要上一以上 原因就再次 然后小孩子跟老人 这个都容易得到症状 因为比抗疫差的关系 那处置一样嘛 刚刚讲过了 半性支气管炎 最主要是来自于烟 那我们就烟戒掉 还有空气污染 所以你要远离工业区 我们要运运动 到工人散散步 都吸收氧气等等 那治疗方面 如果已经浓坛就给抗疫室 平常可以给支气管扩张剂 还有化痰药 最主要是各位记得 不要搓炎 好 现在再来为各位介绍一下 所谓的肺炎 肺炎当然就是刚刚讲的 气管就像树一样 就是我们的树脂末的 树脂液花炎了 这时候我们就叫肺炮 肺炮里面的花炎 就会产生所谓的花炎症状 里面就进了很多龙毯 然后进了很多水 这都是脏的东西 因此呢 鸡才像水锅里面 进了很多坏的东西一样 就会产生恶臭 所以你咳嗽的痰 他们都臭的 而且这个痰会刺激你的气管壁 会刺激肺炮 因此病人就会觉得会胸痛 然后病人因为就会发烧 胃寒 就越来越喘越喘 各位看一下 这个症状肺炮是圆的 空空的 肺炎是里面塞满痰 不一样 所以病人会觉得呼吸困难 氧气就会占了缺氧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肺炎呢 基本上我们是把分为 所谓的吸菌性肺炎 还有病毒性肺炎 还有梅加菌肺炎 那各位要注意的就是说 梅加菌肺炎 一般是产生于学龄的儿童 二三十岁到一二十岁都容易产生 因为三十岁以上呢 特别容易得到这种肺炎 刚刚讲的病毒性肺炎呢 就是常常建议小孩子或老人家 甚至于全部年龄层 因此我们打疫苗 就有小孩子啊 中年年啊 甚至老年年都要打 那这个体育方面呢 病毒性肺炎的特点 梅加菌肺炎它比较不会那么高烧 那吸菌肺炎一个特点 它容易烧 而且烧得非常高 大也39度 那病毒性肺炎就踩中间值了 要站在39度之间 大概39度左右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吸菌肺炎它会突发性的 会突发性的 因为它毒性比较强 就是突发的 病毒性肺炎跟梅加菌肺炎 它是比较那么快 是慢慢慢慢慢慢的 所以这种病 也是常常会被忽略掉 那吸菌性肺炎 反而是常常被我们群众会注意到 另外一点 吸菌肺炎因为它速度比较快 来自凶猛 所以它会吃到肺炮 让你的痰液带血溶毯 那病毒性肺炎跟梅加菌肺炎是干咳 所以民众在取婚是 要不要吃抗抗肺炎 这个可以做一个简单的 民众的一个知识 就是说病毒性肺炎跟梅加菌肺炎 因为它是干咳 一般就是不需要吃抗抗肺炎 因为它是干咳 那吸菌肺炎呢 它需要吃抗抗肺炎 因为它有多的熔痰 那胸痛呢 因为它来得胸又快 所以吸菌肺炎常常会有胸痛的现象 因为它全身性的又发烧 所以病人会觉得发烧 它的那个全身的精神召光就变得差 另外呢 吸菌肺炎它感染性反而是比较不会那么强 反而是我们所有的病毒性肺炎 病毒性肺炎会常常得奖 所以当有一个人生病 全家都生病的时候 你要注意可能就是病毒性肺炎 或是梅加菌肺炎 那治疗肺炎 他们都是以抗氏为止 很少很少需要以手术 除非呢 你产生龙胸 龙胸就是说你的肺部产生感染 那你的肋膜 肺部跟胸腔的空间 产生化膿 这时候可能要插胸管 把膿引油出来等等之类 另外呢 各位 我们平常像柔有龙痰 要给病人拍痰 也是基于这个原因跟原理 那我们这个肺炎的传染途径 一般是刚刚讲过 为什么要多洗手 因为它是黑毛感染 然后病人的分泌物啊 为什么要特别 像医院会特别丢在 有隔离的那个垃圾桶 原因就是因为感染 可以经过透液 或经过你的呼吸道 或经过接触的手去传染 另外呢 我们所谓的肺炎练球菌 也是经验感染的 所以不管是肺炎练球菌也好 或刚流感也好 突出来的痰液 一定记得要隔离 另外流行病水呢 也告诉我们说 这些不管是肺炎练球菌啊 或是刚刚讲的病毒啊 或是梅胶菌 大部分都是五岁以下 跟六十五岁以上 最常见 那尤其是老人家 很容易得到肺炎练球菌 所以老人家呢 最主要是有菌血症 菌血症是气菌 躲在我们的血管里面 到处全身跑 所以病人才会有 所谓脑膜炎 肺炎 甚至其他病尿道肝癌 之发生 是因为练球菌 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 而且从练球菌 也可以让我们更知道 肺炎事实上是一种全身的疾病 因此会引起多器官的衰竭 那前无期呢 可能很短 有时候进血症啊 脑膜炎啊 肺炎啊 副膜炎啊 反正我们身体 只要有血液流到的地方 都会因为肺炎而引起感染 所以肺炎练球菌也好 或刚刚讲的 性性感染也好 都是属于全身性的疾病 这是各位民众值得注意的一点 那再过来讲气喘 台湾到现在有多少人气喘呢 血统来讲占很大的比例 占了大概11%左右 台北市为止 那台湾一线呢 我们评估也不少 从那年代40岁 大概有7%左右 台湾市的血统啊 问题调查也大概9.2%左右 简单而言 我们的台湾人口有十分之一 甚至于到15% 在目前大概有慢慢上升趋势 因为经济发达 车量多 还有现在的抽烟年底下降 所以气喘的病也越来越多 那气喘是什么一个病呢 跟刚刚介绍的一样 气喘它是也经过鼻、煙、火 然后到肺部 所以它也是一种呼吸道的疾病 我们的过敏源呢 比如举一个例 刚刚所谓讲到的厕所啦 或是我们的炒菜的油烟啊 这个东西会造成气管发炎 那正常呼吸道 就刚刚讲过了 跟急性直气管、引半性直气管 有相同的激转 当你的正常呼吸道 没有受到沉满刺激 或刚刚讲的厕所的那个 烟油味或是烟油味等等之类的时候 它气管是畅通的 可是当它做沉满刺激的时候 各位看这个气管的内皮 就会产生变形、肿炸 最后也就会产生这个昏迷物堵起来 这个东西引起气道的缩缩 这个原理各位民众可以想像 就像你家的厕所的 或是你家的水管一样 不痛的时候怎么样呢? 厕所的那个壁上生锈 里面有渣子阻塞 所以我们气管就像正常是这样的 暢通的水管一样 暢通无阻 当你的里面塞满了脏幕的时候 灰尘的时候、垃圾的时候 你的气壁就不通 就像你的那个水管不通一样 那当然就会产生阻塞 各位民众这样想 就更容易了解 什么叫气喘 另外呢 过敏炎呢 所谓刚刚讲过有塵满 最大敌人是塵满 所以小朋友的医物 或是大人里面 有气喘病的问题的病人 你的塵满一定要设法去除 现在有所谓的空气滤进器 或是防塵满的枕套、被套等等 污染要避免 尽量不要到有抽烟的共同场合去 再过来气温变化要多注意 还有冰冷的食物 事实上油炸的食物 这个都优化 所以这些只要有相关的 甚至于巧克力、花生 都会有这样的情形 所以共鸣人的注意 必发是预防气喘的第一步 气喘优化因子 就如同刚刚讲的 有塵满、蟑螂 还有虫物的毛髮 譬如家里有养狗的 你的狗要洗干净 你当然有气喘病的 最好是不要养狗 还有皮屑、唾液 还有食物 像花生巧克力 发粉 像国外有时候发粉热 或是说你初期 像有些朋友 从国外旅游回来 那种说在台湾都OK 到美国去玩一趟 回来就拼命喘起 拼命打噴嚏 原因就是因为这种气喘 诱发因子 它就没菌 衣物太久没洗 长没菌也都会 而且非过敏源 就刚刚讲过了 心理因素 各位注意 情绪上不好的引力气喘 还有肌肉运动 所以如果气喘病人 你记得在跑步前 一定要吸个脂气管扩张剂 或是做软身的运动 还有一些 我刚刚提到呼吸道感染 上呼吸道也好 下呼吸道也好 等等多事 它一些刺激性的味道 像阿摩尼亞 柏油露的味道 最后就是讲冷热变化 因为在这个秋冬季节交温的时候 冷热变化 让呼吸道上品产生变化 或产生那个花影反应 有引起气喘 一般什么时候 民众要怀疑气喘 那就是咳嗽超过两星期 那大部分是夜间咳嗽 为什么 到夜间的时候 是体温降到最低的时候 也是外面的气温降到最低的时候 所以各位民众 如果是在半夜清晨 咳嗽下去 或者你这边有听到喘民的声音 这个时候 你就会怀疑是不是有气喘 另外 运动后容易咳嗽 对气喘药物反应显著 什么叫气喘药物反应 像阿斯匹林 贵类固醇类 效应药 匹林 田丁西林 这些病人都是属于不能使用的药物 气喘病人 尽量要跟医师解释说 你有气喘病死 那么医师就会叫你说 尽量这药不要使用 还有另外 譬如说 常常这个地方有氧 那个有氧 还有一些有家族死 所以 我们综合这四个 什么时候会怀疑气喘 你长起咳嗽 呼吸 有喘民声 呼到最后 那个胸骨下陷的时候 他在卡当组 就叫你吸个 支气管扩张器 一时病人去 运动的时候吸一吸 就预防气喘化作的危险 另外 预防保健 刚刚讲过了 我们要避免过敏炎 记得气喘跟 刚刚讲的气管一样 也是不能抽烟的 所以说 治疗气喘跟发生气管的 第一步就是预防第一 那么就是要戒烟 另外保暖也重要 刚刚讲过 气喘常发生在夜间 晚上凌晨的时候 因此 冷空气来的时候 含量来的时候 气管就会均软 因此你要保护你的气管 再过来 压力紧张也都会 所以 像有些艺人他一上来 就开始气喘 为什么压力也会引起气喘 小孩子跑步 或是功课不好 被老师责骂的时候 都会产生气喘 所以是情绪有关系 另外 有规律运动 让你的肺部得到的氧气 也是治疗气喘 一个很有效的原理 随身呢 要记得 带一个脂气管扩张器 像过去的抹影歌星 他是因为随身面积 带扩张器 而不是使用 各位 如果你医师有诊断 跟你气喘的诊断 你记得要带着随身 有个脂气管扩张器 随时可以使用 另外偏偏在家里 如果你咳得很厉害的时候 传染很厉害的时候 你可以 所以 吹一点蒸汽 喝一点温开水 尤其是化碳药 是OK的 因为把痰咳掉 刚刚讲过了 气管里面 那个就像那个 我们那个 脏污的那个 水道一样 水道第一方就清除 水道垃圾屋 一样 喝水以后 会有化碳效果 把干燥的痰给它咳出来 另外 由于化作症状 如果病人 胸奔 好好的 就注意说气喘是不是来了 再过来 不可要 散自停药 或是加药 就是说 你要长期服用 但是低剂量 像我们现在目前 这个脂气管扩张器 都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因为裂固醇量 是非常低的 所以我们这个 气管扩张器里面的 低剂量裂固醇 可以透过这样的原理 来长期益扩张器喘的发作 如果你平常有在规则使用 突然间停掉 就产生所谓的停止症状 反弹性 所以体内药物突然间 濃度消失 你的气喘又来了 所以这一点民众非常注意 气喘会痊愈吗 常常我们这样问 那一般来讲 七岁以前 越小得到了痊愈 改变体质 而得到痊愈 那大部分有一半的病人 会持续到成年 有一半呢 病人会 其实你不再发动 所以常常会问我们说 我小孩的气管怎么办呢 千万不要紧张 大部分你注意 有50%在 成年以后 你荷尔蒙改变 你气喘就变好了 但是有一部分的病人 反而是在 青年起以后 这方面的愈惑 就反而比较不好 有一些病人是在 二十五三岁复花 这个是比较难产的 这时候你要规则 再回找你的医师 不過总而言之 气喘是会痊愈的 一半人都会痊愈的 那成年发作气喘呢 就比较少 一般所谓的成年发作气喘 一般是指30或30以上 基本上寿命 跟一般人是没有很大的变化 除非说你的预防治疗效果 都不是达到医生的要求 你的寿命才受影响 一般的治疗 氣喘并不是一个很可怕的疾病 再过来为各位介绍一下 所谓的过敏性疾病 刚刚有讲过 有位所谓的上呼吸道感染 下呼吸道感染 又讲到急性支气管炎 半性支气管炎 最后再跟各位介绍一下 所谓的过敏性疾病 那过敏性疾病常常造成我们小朋友或大年困扰的 不外乎是过敏性鼻炎跟异味性皮肤炎 各位注意看这张图 过敏性鼻炎是发生在鼻子的过敏 气喘是发生在肺部的过敏 那异味性皮肤炎又叫做群麻疹 它是发生在皮肤的过敏 虽然发生的位置不一样 事上它是基转是差不多的 各位看到这张图喔 过敏进行取 它这个过敏它是随着年纪变化而有变化 各位注意这张图 我们所谓的这条线 有所谓的橘红色的 有所谓的黄色的 有所谓的绿色的 有所谓的蓝色等等 那一般过敏性鼻炎 它会随着年纪增加而增做 那医院性皮肤炎它也可能迟一段时间 反而肠胃道过敏或其他失诊 会随着年纪的增加而减少 所以小孩子蝉狼 小时候肠胃道会拉肚子 他年纪长大部分就不会了 这过敏性皮肤炎是最难产的 反而随着年纪增加 会增加 为什么 因为我们随着年纪长到 我们会离开户外 接触不同的年纪 可能会上班的时候会骑摩托车 甚至也会接触到一些化学工产的古兰 所以年纪的程度增加 你的过敏性皮肤炎会加重 再过来两个就死游戏 人游戏大 饮子就不单纯了 可能就会多吃一些油炸的食物 等等之类 会造成你的过敏性皮肤炎更加的严重 气喘跟抑郁性皮肤炎也是一样 接触到一些不良的空气 环境 群细压力 这个都会造成我们气喘的 或是过敏性的鼻炎 会随着年纪而慢慢慢慢的增加 反而牛奶过敏年纪大以后有知识了 你就不会和那些所谓引起过敏的奶粉 所以我们过敏的牛奶过敏 慢慢的年纪的增长而下降 另外呢 过敏性皮肤炎各位认识就是要知道 鼻子发痒 常常打分地 所以这个跟气喘刚刚讲过 气喘是差不多的 天气变化的时候 冷热温度有差异的时候 过敏性皮肤炎就发作了 可是呢 因为我们要让病人更多了解 分类季节性跟全年性的 那台湾呢 是属于海岛的气候 温差大 空气污染 所以过敏性的鼻炎的人 常常都是呢 和平有气喘 然后气喘又和平过敏性皮肤 再过来过敏性皮肤又和平什么 和平刚所谓异位性皮肤炎 那一般我常常在英文上 就是三个A 叫3A 三个A 各位民众很好记 过敏性皮肤 气喘 异位性皮肤 这是有一个共通性的 脊转都是差不多的 一般呢 看小朋友在包尿布的时候 屁股怎么老是包得红红种种的 可能从脸部 颈部 是延伸到四肢伸侧部位 大部分都是在暴露的部位 尤其是在包尿布 或是在包狗衣服的地方 才能够产生 那一般呢 12到12岁以后呢 就会凹陷陷一些地方 西狗部或颈部凹的地方 为什么 那地方常常湿湿的摩擦 没有很清爽 所以这个地方常常有异位性皮肤炎 容易长 所以后来长出细菌 成年人呢 常常有曲折手掌脚掌 所以情绪 这是跟情绪有关的 如果激烈运动啦 如果你压力比较大 异位性皮肤炎的花皱 那花皱的雕像是红斑 秋枕 可能是水泡 秋枕就是你的皮肤長 小小的像豆子一样的东西 那最后呢 会产生慢性皮 变化 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气管也好 气喘也好 结果慢性病以后 我们的气管壁会变化 你的异位性皮肤炎也好 慢性变化以后也会变厚 气管壁变厚 皮肤也变厚 所以我刚刚讲过了 公敏性鼻炎 气喘 慢性痴气管炎 幼性皮炎 如果到最后 都会产生它的皮会变厚 公敏性鼻炎 一般症状是打分泌 流鼻水 鼻水倒流 甚至于会咳嗽 鼻水倒流 所以我刚刚讲说 公敏性鼻炎跟气喘是有关系的 那公敏性的气喘 还有包括喘民 呼吸急促 笑声 这两个病是兄弟一样 过敏性鼻炎也是 它的肛灶 颈部 那个打折的地方 刚刚讲过的 野窝 颈部 鼻息部 都等于红疹 蟋麻疹一样 这三个病呢 事实上都是同一种病 都是过敏的基酸 到最后 皮都会变厚 一开始是没有 到最后皮会变厚 所以常常有病人来 如果他过敏性鼻炎 气喘 过敏性的皮肤炎 三个里面有两个 我们就认为 他有过敏的体质 这各位民众 如果说你的小朋友 有皮肤炎还有气喘 我们就认为他有过敏性 或是 当然有过敏性鼻炎 或气喘 常体不好 我们认为是有过敏性的体质 那如果找过敏源呢 我们有个测试 有抽血是最好 那个皮肤测试 贴一个 譬如说你对尘满过敏 或是对某种的过敏 贴一个 经过医师把它 抽湿以后 这个东西就把它接种 在你这个过敏地方 你就看这边 如果你是对某一种 譬如说你对尘满的 那个灰尘后面的东西过敏 这个地方就红肿 那如果对这个 譬如说你对某些过敏 不会过敏 这个地方就产生白白的 过敏的地方 会对过敏的地方 就产生红肿的现象 所以我们可以看哪一个东西 会过敏 就把它分在不同部位 如果产生红肿水泡 就表示 这个东西怎么对你的皮肤产生过敏 这是寻找过敏的方式 另外过敏病的治疗 当然第一个回复到原点 你的过敏是因为万因期 就刚气喘一样嘛 你厕所啦 油烟啦 这个通知一样原理 你过敏性鼻炎一样啊 抽烟是个最大的悠因 所以抽烟一定要戒掉 不管你有过敏性鼻炎也好 不管你有过敏性的气喘也好 不管你是有慢性之气喘也好 不管你是异性鼻炎也好 也好 抽烟是尽量避免 然后对症下药 然后可以给它一些局部预防 嘴巴啊 鼻子啊 皮肤擦药膏 厚多或少都包括一些利固醇 另外还有一个最新几年来 常常医师在做的 减敏療法 这对过敏性鼻炎跟气喘 什么叫减敏療法呢 就把这个醇化 低剂量 会引起你过敏的东西 你给它减化 然后慢慢测试 让你皮肤 或是你的鼻子 或是你的气管 慢慢慢慢的经过吸收 所以会产生抗瘾 这样下一次碰到同样的抗瘾的时候 你就不会突然间急性的滑走 那鼻塞流鼻水也会引起鼻痘痕 鼻痘痕就是所谓 像刚才讲的慢性直气管 慢性气喘一样 鼻子就变厚 鼻隆就增加 那鼻痘痕呢 什么叫鼻痘痕 鼻痘痕就是 注意看我们这个图 有所谓的额痘 有所谓的下鼻甲 有所谓的上额 在医血结果上 我们叫做危险三角 什么叫危险三角 因为这个地方直通脑袋 鼻子也通脑袋 效率也通脑袋 效率也通脑袋 这个地方血管跟脑袋是相通的 如果这个地方发炎 就可能会引起脑膜炎 所以长期中耳炎 鼻痘炎 为什么要吃抗生素 因为就是怕引起病化 脑膜炎 这个我们在医学上叫危险三角 就是从额痘 鼻甲 到下鼻的这个地方 这三个人 化这个三角地区 血管困惑 有可能会引起脑部的发炎 这叫危险三角 这是以前解剖上书 我们练书都有告诉我们这个观念 那民众有时候在观念以后 就知道 什么时候要去找医师 开抗生素 原因就在此 那因为鼻痘痕也是 开口足塞 所以共鸣就没有了 讲话声音就会沙哑 或是不清楚 因为你共鸣声音就没有 唱歌就不好听 就好像歌星他 生命的时候唱歌 就会沙哑 也听不止他 漂亮和美丽的歌声一样 那刚刚讲过的 共鸣是有感染引起的 也可能灰尘引起的 烟引起的 臭印是最大的 还有灰尘引起的 这都会引起 鼻子没有肿胀 开口足塞 这一样 刚刚讲过一样原理 鼻子共鸣也好 气管共鸣也好 都是让你的鼻子 咽喉气管 产生肿脏 你也产生塞住 就呼吸困难 不过最常见的 共鸣性鼻炎还是所谓的感冒 刚刚因为感冒属于 上呼吸掉感染 所以我们的共鸣性鼻炎 常常是感冒引起的 另外症状有刚刚讲过的 有鼻子塞 呼吸困难 超过一周的症状 都叫做过敏性鼻炎 或是说有黄色鼻涕 就刚刚的危险三角 这时候你可能开抗生素 如果长期如果鼻子 有恶臭或口臭 除了肠胃道问题 像有肝不好的病 身不好的病以外 你也要注意 是不是有鼻痘 如果有些 所谓的黑眼眶 黑眼眶那种 就是因为刚刚讲的 危险三角 里面的血液訊癌不好 所以产生那个紫色花痰的现象 缺氧症状或压迫感 就是在怀疑说 民众是不是有鼻痘癌 治疗一般是以抗生素为止 消炎药为止 也可以给它流鼻水药 就是抗蜘蛛肝胺 抗蜘蛛肺胺 有时候引起容易病人睡觉 我们建议抗蜘蛛肺胺 它睡得很服用 现在市面上有所谓的 常下颈抗蜘蛛肺胺 不过常常抗蜘蛛肺胺 有一个重点就是 它有时候引起我们心脏 心力不整 这服用的时候 一定要给医师讲说 你到底心脏有没有问题 或是说你会有其他问题 另外一点 在服用抗蜘蛛肺胺的时候 千万不要开车 开车容易出车后 另外有一些说鼻痘虫痊 这个一般是找我鼻液科做 如果到最后你鼻子不通 老是不好 那我就要请外科医师帮忙 像我鼻液科帮忙治疗 到你的鼻水能够通 喉嚨能够通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最后呢 今天为各位介绍 我们的呼吸道感染 有所谓的上呼吸道 有所谓的下呼吸道 那这些呼吸道的疾病 都是有民众常常碰见的 总而言之呢 不管气管也好 过敏性的气喘也好 鼻痘也好 鼻炎也好 鼻炎也好 异味性皮炎也好 都是属于过敏的症状 当你的家人或小朋友 有得到这四种疾病之中 两种的时候 我们就要统成为过敏性疾病 这个时候你不要紧张 当你好好听完这些今天报告以后 相信各位民众 对这些病患不再觉得可怕 而且你知道 什么时候该如何做 就是要好好的把握你自己 就是要少抽烟 多开水 多休息 適度运动 保暖 这是预防过敏性疾病的最大不二法则 谢谢大家